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发生在2014年的事情 在多伦多两个姊妹她们的年龄相差一岁 具体是这样的 她是2014年的年末 姐姐先在12月31号出生了 那么你妹妹的出生比她晚了35秒钟 这35秒钟不要紧就跑到2015年去了 所以说她们之间说是只有差35秒钟 可是实际上在年龄上面可以说她们相差一岁 是不是挺有意思 第二个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加拿大的一个妇女生了一个双胞胎 可是她们的父亲是两个不同的人 这也是非常巧合了 这两个人我认为她们可能是同性恋的 她们想要一个双胞胎 而且希望是每个人是个人是有个人的父亲 而且她们都是一个母亲的 这样她们在网上登了一个 想找一个代孕母亲 这个代孕母亲最后应征到 就是一个加拿大的母亲 她们生了以后果然如愿以偿 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了 那么老大老二是出自于不同的父亲 这也是加拿大的新奇事了 第三个就是有这样的人 就是我也是听来的就是有一个双胞胎 哥哥和弟弟 哥哥呢学习比较好 弟弟呢学习差一点 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一般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哥哥弟弟他们之间一般来说 都是智力都差不多的 而且的行为举止都是很相近的 这个哥哥呢都比较能耐 他就考大学的时候呢 他就考上了 但他弟弟呢就考不上 第二年呢这个哥哥呢就替他弟弟去考试了 那当然他又给考上了 所以说哥哥弟弟是上了大学呢 之间差一年的年级 一年的这个级别 还有一个呢有意思的事呢 就是说呢有一次警察呢在开车的时候 就截停了一个一辆车 让他拿出驾照了 这个驾照呢 这个一看呢这个是 比方说是A 那么呢 这个警察说呢 那你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这个身份证呢 拿出来以后是B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有点露馅了 警察问他 这个人说呢 他说那我是用我这个弟弟的驾照 为什么用他弟弟驾照 他兄弟俩呢是双胞胎 这个A是哥哥 那么呢他出了车祸 驾驶之道吊销了 因为他们是双胞胎长得非常像 那么这个哥哥呢 一直就用弟弟的这个驾照开车 很多时候呢都门哄过关了 这样呢 他们可能又省了钱了 又又省了事了 最后呢 还是被警察给发现了 所以说呢 这个可能是呢 一时的觉得是挺痛快的 省了很多事 但是呢 最后还是要露馅的 所以说呢 这个双胞胎呀 有时候行事 还真要是注意点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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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